架构模式是针对特定上下文中、软体架构中常见问题的通用、可重复使用的解决方案。 架构模式解决了软体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例如电脑硬体效能限制、高可用性和业务风险最小化。 有些架构模式是在软体框架内实现的。 模式一词在软体产业中的使用与传统架构中的表现类似,例如Christopher Alexander的The Pattern Language 1977, 其中从建立模式词典的角度讨论了实践。 在软体开发中使用架构模式的好处包括 1.可重复使用性。架构模式为特定情境中软体架构中常见问题提供可重复使用的解决方案。 2.灵活性和适应性。架构模式允许软体系统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3.效率和效能。架构模式可以提高软体系统的效率和效能。 4.可扩充性。架构模式可以提高软体系统的可扩充性。 软体开发中使用的一些最常见的架构模式包括 1.模型视图控制器。MVC。 2.领域驱动设计。DDD。 3.事件驱动架构。EDA。 4.服务导向的架构。SOA。 5.微服务架构。MISA。 6.反应式编程。RP。 7.函数式反应式程式设计。FRP。 8.依赖导致原则。DEP架构模式透过为特定情境中软体架构中常见问题提供可重复使用的解决方案。 有助于维持复杂软体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它们解决软体工程中的各种问题。 例如电脑硬体效能限制。 高可用性和业务风险最小化。 有些架构模式是在软体框架内实现的。 模式一词在软体产业中的使用与传统架构中的表现类似。 例如Christopher Alexander的The Pattern Language1977。 其中从建立模式词典的角度讨论了实践。 架构模式可用于在尽可能深的层次上组织快速扩展的软体开发世界。 同时透过以下方式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1.架构模式。 架构模式是针对特定上下文中软体架构中常见问题的通用、可重复使用的解决方案。 架构模式解决了软体工程中的各种问题。 例如电脑硬体效能限制。 高可用性和业务风险最小化。 有些架构模式是在软体框架内实现的。